女孩长相怪异,每个见过他的人最后都忍不住对他拳脚相向。 大家好,这里是老街森鱼。 晚上小哥正在夜跑,突然看到前面一个男人正在殴打一个女孩。 女孩瘦瘦弱弱,怎么看都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萝莉。 他本想装作什么都没看到一走了之,但是强大的正义感让他停住了脚步。 他出言阻止男人,可男人却看着他诡异一笑,直接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 女孩向他道谢,可当他看到女孩的脸时直接呆住了,简单安抚几句后就赶紧离开了。 镜头一转,女孩的这张脸确实有点辣眼睛。 他一直注视着小哥离去的背影,露出了诡异的微笑。 这天小哥下班回家,刚坐上公交就看到了女孩,开心地向自己打着招呼,吓得他赶紧下了车。 回到家,接到了一个电话,是女孩打来的,说自己非常感谢他,还说下次会亲自拜访。 没等女孩说完,他就赶紧挂掉了电话,心里感觉毛毛的。 第二天他刚到家门口,又接到了女孩的来电,女孩说自己就在他身后。 他转过身看到女孩,就站在楼下,面带微笑地看着他。 他非常生气,转身进了家门,然后女孩的笑容渐渐消失,直勾勾地看着楼上。 晚上他照例在外面跑步,女孩却又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,实在忍不了的他,冲着女孩大吼,揪起头发,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。 女孩挣扎地站起来,质问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残忍。 自己明明那么深沉地爱着他,气急败坏的他再一次狠狠地将女孩推倒在地。 这时路过的男人出手制止了他,小哥转过去笑着看着男人,开心地跑走了。 女孩站起来真诚地向男人道谢,开始了又一次新的循环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乱管闲事,但是话说,如果你遇到了这个女孩,你会怎么办呢?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